好 大陆有论述 有主张 而且有行动 再次强调一下 今天早上 四艘大陆的执法船破 已经出没在夏津海域一带了 这个大陆的海警船大的可以非常的大 那比较强烈 我请记大使说 那另外还有一艘四千顿大陆的科研船 大洋号 15号在花莲港的东方航行 我们的海巡述立刻逮到机会 会派遣桃源舰监控防止越界 那请教一下 他们的海警船来了 我们是不同样的据 监控呢 对不对 他们派四艘我们可以派八艘吗 可以吗 网友说如果在选举期间 你早就发警报了吧 这只是科研船 但是我就不太懂 大陆执法船破到我们的夏津海域了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好像就没有任何的回应呢 这个逻辑上有问题 当然另外一头就是我们看到 慕尼海安全会议正在举行 王毅去了 那王毅也讲到了台湾问题 但他的论述很长 大陆一贯主张再次强调 统一必将实现 这是十四亿中国人民非常坚定的意志 然后跟布林肯见面的时候 就讲到嘛 当然这个很多中国公民 尤其是学生 到美国签证出了问题 所以他送给中国一句古话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介大使 这个说实话海峡两岸的事情 就是说可大可小 你要把它做大它就可以做大 你要做小就可以做小 我觉得现在民进党当局的做法是把它做大 这次金门的事情把它做大 我让我联想就是说 它政治动力在哪 我觉得刚刚两位都提到 其实民进党是很不喜欢金门的 他认为金门把台湾跟大陆连在一起了 就要丢掉 跟大陆才切断 而且说实话 今天说实来大陆 今天它的海巡船只 对中国的最 这个金门的渔船 这个实行领检 或者比较强制的这些 这个还要行政作为的时候 那民进党对它有什么损失 反正这些它也知道金门人 大部分都没投票给民进党 大部分票都投给国民党 对 而且大部分都希望两岸一家亲的 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 民进党当局有个动机 就是今年去年九月的时候 大陆通过一个 一个四点计划 就是敏台两地的 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 这里面有很多明确的规定 希望台湾的学生 商人 还有这研究人员到大陆去干嘛 求学 投资 还有怎么样 做这个甚至到大陆去生活 而且提供很多准国民待遇 你的资金 你的资产 你的就业 事实上都差不多准国民待遇了 这个东西我晓得 在台湾的民间还引起蛮多讨论 很多人都在打听 这个到底这些计划有什么 到大陆如果买房子 还有没有限制 或者说我资金的移动 有没有问题 很多人都在打听 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 这个事情的话 正好让大陆要出手 把这个敏台融合发展示范区 这个整个的这个把它砸掉 就靠这个事情 所以你说在情人节搞出两条人命 我就想说这有什么难的 竞选的最清楚的时候 搞了一个两颗子弹 韩国瑜竞选最高潮 搞了一个王立强间谍事件 对所以这件事情处理 你说我们说六个小时 就可以解决 他拖了六天 我告诉你 他拖六个礼拜 还是还是听那个 听那个管闭民鬼话 说等时机成熟 时机成熟什么 他把两岸关系 一点点善意全部打断 然后达到政治的目的 这就是真正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 解释的方向 为什么会这样子处理 对所以我会觉得 但我还是必须要讲 中间美国的角色 因为说实话 这个对大陆来讲 其实没什么台湾问题 就是中美问题 就是美国的一些问题 所以接到是怎么看 第一个美国在金门 第二个在目的黑安全会议 当然并不是网易 并不是针对这次翻船事件 但他跟布林肯讲话的时候 话也讲得极其直白 然后你看到再次强调 就统一必将实现 从这个习近平主席 到此刻为止 已经重复了无数遍 而且再度很坚强的告诉大家 这是什么 十四亿中国人民的意志 意志 有民意 强大的民意作为后盾 然后跟布林肯见面的时候 讲了这句话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用心 我觉得基本上大陆他有一点 他没有去把西方人的一个假设 把他戳破 西方人讲台湾问题的时候 他们一个假设 台湾人百分之百都是搞台独的 他以为台湾人都是基本上跟大陆 四死一战的 然后呢 你死我活 井水 你是你 我是我 这不是实情 我告诉你最新的民意 台湾最新民意已经出来了 台湾有一百个投票人 对不对 只有七十个出来投票 那三十个人不投票 可你不能说三十个 那没有投票不表态 他就是不支持你 所以他根本不投票都不投票 所以呢 赖清德是有史以来 选台湾领导人最明确的一个台独 一个台主张台湾独立的 他选举在一百个投票人里面 他只拿了二十八票 对 因为他只拿四成嘛 七成投票里面的四成 四成就二十八个 那我另外解释就是七十二个人都不支持他 对对 那西方人的假设就是台湾人都是都是搞台独的 我请问一下 这事实吗 对不对 所以呢 基本上西方人就说 我们就是你们中国大陆就是侵略 其实希望两岸和平相处 最后融合的多少人 大陆的处理方式 说实话 这些问题跟民进党谈一点用都没有 直接跟美国谈 对吧 直接跟美国谈 他大陆是相信这个拳头的 所以实力上 你看这个海军像下饺子一样 都是备战的 可是我觉得论述也很重要 你必须要让世界认清楚 台湾老百姓对两岸关系的看法 不是都只有像赖清德那群人一样的 然后希望搞出一个这个金门事件 越闹得越大越好 这是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是必须让国际社会了解 台湾人对于这个两岸的关系 不是都是跟蔡英文跟赖清德跟蔡英文一样 所以我再问一下有很大的差距 如果金门这个事情闹大了 闹僵了 闹到对于台湾来讲 我讲到极致 万一金门丢了 这些都符合美国此刻的利益吗 美国多次叫蒋介石总统放弃金门 你知道当时签的中美协防条约 不包括协防金门马祖 讲清楚了 是不包括协防金门马祖 他因为当时老蒋是 要搞反攻大陆的 金门马祖是两个跟大陆的 期待关系的最重要的象征性 此刻的这个整个时代背景 是第一个这个俄乌战争 大概到了尾声 乌克兰就是已经结结拜 已经输到输到完全差不多了 另外一个就是拜登 美选正在进行 年底要投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气氛之下 把金门事情搞大搞僵 搞坏搞臭 符合美国跟西方的利益吗 完全符合 完全符合 而且符合独派的 非常符合他的利益 而且找机会把金门 真的一脚踢掉 对独派的话来讲 除掉他心腹大患 所以很多事情 大家要讲动机 犯罪要讲动机 这个如果说是寻找动机的话 似乎是找到了 但当然到底是不是 也不能够太武断 对不对 所以大家还是期待 赶快证据出炉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地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 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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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